这是一个被鲨鱼组织的世界 他们进化出了超高的智慧 不仅过马路会看红绿灯 甚至还圈养人类当作自己的口粮 而原本发达的城市也沦为了他们的乐园 人类想要在这里生活下去 只能潜水去遗迹中寻找资源补给 不过每一次下水都是在跟死神做交易 因为这片水域有着七位深海林子 他们每一个都有数万名巨大 同时还具备一些非常特殊的名领 眼前这家人从出生就一直漂泊在海上 每天除了日常潜水寻找物资外 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在海里打捞各种小门业 同时还有一条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 那就是当太阳下山后不允许发出钉点声音 只要闹钟响起所有人必须返回船舱内 哪怕是宝贵的食物忘了收回 也不能犹豫必须立马藏起来 因为那些东西只有在夜晚才会活动 寂静的甲板内除了钟表发出滴答响声 其他人连大气都不敢喘 但女孩年纪太小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她问到父亲可不可以抱着她话音刚落 紧接着船体就传来了巨大声响 怪物们发了风势的寻找声音来源 这可让两个孩子吓坏了 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一点 老爹像往常一样把他们揽入 就这样惊险刺激的一夜过后 甲板上早已被破坏的一片狼藉 原本一个礼拜的粮食也被弄得坦不忍 而传另一端残留的巨大抓痕 仿佛在警告众人这里是我的地盘给我滚远点 看着眼前的情况父子俩一阵无语 看来又要去寻找修船的配奖 对此凯撒当即表示自己去医植找 但却被老爸立声呵斥住了 因为恶魔很有可能躲在遗迹那边 就在俩人争吵激烈的时候 小女孩却喊住了他们 女孩的话让他们瞬间安静了下来 因为海鸥的出现就意味着一定会有陆地 而陆地现在已经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了 数万年前水星带着无数怪物撞击地球 从而导致99%的大陆消失 对此父亲显得非常的兴奋 交代了一下后世便隐去 不过刚一上岸他就发觉出了不对劲 因为这座废弃的建筑浑身上下透露出了一种诡异的气氛 喊了一圈发现楼内空无一人 于是他壮的胆子来到了二楼 刚一开门就发现了一地的干尸 以及一盒年久失修的炮弹 再看向旁边的巨大强洞 所有钢筋都是向内侧弯曲 想来攻击都是从外部来的 再看一下墙体留下的恐怖抓 联想到之前船体被攻击的模样 父亲瞬间矛盾所然 于是他立马向回游去 与此同时凯撒发现水里凭空多出了个人 撒当即就要下海救人 但殊不知那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阴影 末日世界的生存守则就是别当圣物 因为你不知道水不过的东西是人士 这个世界的海洋生物都有着超高智慧 它们细耍人类就像斗狗一样 眼前的小男孩就因同情心泛滥 差点就亲手送走全家人的命 好在父亲及时赶回拦住了他 眼见自己的小伎俩被识破 这个来自深渊的灵主也不再晚了 直接把自己的诱饵收了回去 这一幕让惊艳老道的父亲 很快便察觉到这船底下有东西 可不等他们多想 一只硕大物 怪物不敢敢提一口咬 面对这样的深海巨物 父亲一时间也有些乱了方法 怪物大口就将他们家咬了 好在男人是个练家子 紧急关头带着孩子一顿旋转跳跃 数次化险唯一躲过了致命一击 但怪物可不想到嘴的临时就这么久 于是他决定加大攻击力 一声巨响过后落脚点瞬间四分五裂 但老父亲依旧死死地抓住孩子 给他们带来了危险中最后的安全 眼见几人被打到了陆地之上 怪物也没有再继续攻击 一遍一遍绕圈开始戏耍起了猎物 这也让父子三人获得了短暂的安逆 看着自己妹妹没了声音 凯撒焦急不已上去就是一顿物理抢救 但好在只是因为冲击而昏了过去 看着两个孩子都没事父亲松了口气 不过他自己的情况却并不乐观 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受到伤害 父亲让凯撒带走了妹妹 而他则打算独自面对这一切 一想到自己房子也没了媳妇眼挂 活着也没啥盼头了 父亲一狠心电打算将钢筋抽出来 可无奈实在是太深了他没能成功 不等他继续做些什么 深海巨物便来到了他的面前 二人四目相对深情地注视着彼此 眼见对方冒着被台上灼伤的危险也要上岸 父亲心里不由地有些纳闷 只见怪物上前狗鼻子一顿乱门 布满血丝的眼睛草 不要看穿些什么 见状父亲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 可下一秒怪物一个急转弯就跑 他舍弃了盗嘴的食物 反而追起了孩子 扭曲的嘴脸不断发出给别人的笑声 见状他只能干着急大喊让凯撒快跑 但这怪物可是号称海洋里的溜达机 只见他三步并两步张开了血盆大脑 预知后世如何倾听大圣下回分解 这只深海兽为了能够吃上一口五花肉 不惜冒着被太阳晒死的风险来到陆地 脑爹因为被钢筋洞穿无法行动 于是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追杀 这巨兽不仅在水里能够翻云覆雨 在陆地上依旧也能见不如飞 就当他要得水一瞬间 凯撒慌忙地跑进了楼内躲过一截 可你以为这就结束那就大错策错 没等给两个孩子喘口气的时间 怪物的小舌头就伸了进来 不过他似乎没有什么方形 抓了半天也没抓到正地方 忽然他好像感应到了什么停住的身形 凯撒也被这一幕吓得大气不敢准 生怕弄出想让妹妹受到伤害 这舌头慢慢卷成了个电钻形状 下一秒静止扎向凯撒的身旁 随后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接踵了 但无一例外全被主角光环堵 正当凯撒以为怪物离开了的时候 一个脚步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亲爹 高兴之余他喊出了一声爸爸 但也就是这一声差点让他送命 因为这正是深海兽的本命技能 千面触手之还有两月放寒假 眼看目标已经找到 他直接显现出了本体 随后一把将凯撒拖出了屋外 看着这深渊般的大嘴 凯撒又是一声爸爸 他话音刚落一个战神般的男人 便出现在了战争 原来为了不让孩子们受到伤害 父亲强忍剧痛脱离了这个钢筋 一个连招过后顺利地就下了凯撒 此时这个男人 已经顾不得身体带来的剧痛 因为孩子对他而言就是最宝贵的 哪怕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有着必死决心的男人 显得异常强大 三两下就把深海兽打得浑身是血 随后又是一记大牙千束给对方开了条 本以为战斗会就此结束 就连凯撒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事情往往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正当男人火力全开输出的时候 下一秒怪兽牙齿就冻穿了他的身体 似乎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男人不舍地望向了自己的孩子 回想起往事的一幕一幕 男人不禁有些失落了起来 我总是为了守护你们担心很多事 每当你潜水迟迟没有浮出水面时 我总是担心到心脏快要炸开了 晚上抱着你们也是 为了让你们安心总是笑给你们看 但其实我也是很害怕的 我怕失去你们就怕我无法守护你们 我总是害怕这些 凯撒 爸爸爱你 妹妹就交给你了 男人话音刚落 便拿起了一颗炮弹准备跟对方同归于尽 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安全 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海面渐渐地恢复了瓶颈 除了留下一些打斗的痕迹 仿佛一切都显得那么虚幻 但只有这个孩子自己知道 从今天起他再也没有爸爸了 两个三岁大的孩子流落荒 日子不及也被深海兽全部摧毁 就连父亲为了救他们也牺牲了 如今孩子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食物跟蛋熟 此时妹妹饿得像牛犊子一样 但哥哥却毫无办法 只能祈祷上天有好生之德可怜他呀 也许是哥哥的诚心打动了作者 下一秒海浪直接冲上来一波空谷 但一阵翻找下去 只有几个叉子和一些破烂 对此他想起父亲活着时候的场景 每次潜水父亲都搜集了大量的叉子 因为他说这东西将来会有大用 想到这凯撒也顾不得悲伤了 他答应过父亲要照顾好妹妹 于是他用叉子制作出一个简易于叉 当务之急食物才是最重要的 终于忙碌一天收获了两只羊城湖大闸蟹 食物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水了 众所周知海水是不能喝的 因为总有人往里撒尿 所以凯撒决定是一世父亲教的方法 制作出一个收集淡水的装置 其原理就是通过太阳的照射 将杯子里的淡水蒸发出来 而杯子则是作为再提保存盐分 就这样一上午的时间过去 终于到了享受战利品的时间了 一杯下渡两个孩子齐声到一点都不行 此时凯撒心想果然老爹成不起我呀 一晃太阳又要下山了凯撒催促着妹妹快进楼 但她却被海面上的一个人影吸引了 看着眼前这一场景在联想到之前 凯撒瞬间毛骨悚然 因为她知道那个家伙没有死 可正当她愣神知己 妹妹却划着小船游了过去 因为她看得出那是爸爸的身影 而这一举动可给凯撒吓得魂不附体 只有她自己清楚那可是深海兽啊 伴随着闹钟铃声响起 事态变得愈发严重了起来 末日生存守则就是天黑必须藏起来 不能发出钉点声音 于是凯撒顾不得多想直接向利塔游去 但刚一下水她就发现了恐怖的影响 无数深海兽幼崽正从建筑里游了出来 她知道回到楼内已经不可能了 索性拉着小船就来到了最近的墙体上 可就当她要上去的一瞬间 无深海兽的攻击也如期而止 建筑残渣在这群怪物面前显得异常渺响 仿佛就像风中残烛轻轻一碰就会灭掉 此时怪物们就像在戏耍猎物一般 时不时的撞击让他们胆颤心惊 一想到掉进水里后的凄惨无量 凯撒瞬间有些失了方寸 不过回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 老爸宁可送掉性命也守护了他们 自己怎么可以死在这个鬼地方 于是凯撒心意横打算拼了 来吧 这群杂死 少在这看不起人 为了对创生 人类中诞生了叉杀人这一职业 他们常年在海上捕杀巨兽 为的就是守护人类最后的劲动 每杀死超过一百只深海兽 胳膊上的纹身就会多一颗心 面前这个妹妹看似弱不禁风 但其实已经是三星插杀巨了 今天她像往常一样寻觅 意外发现了两个孩子正在被深海住云 她不敢想象在这茫茫大海上 这两个几岁大的孩子是怎么活散的 数小时前因为利塔的一个失误 险些让这兄妹俩葬身于腹 后因机缘巧合他们逃到了楼内 但不曾想这噩梦才刚刚开始 兄妹俩顺着楼梯来到了二楼 怪物因为自身体重原因压断了楼梯 不过临坠落之前还是给凯撒见了 看着怪物们疯狂挠墙却爬不上来 凯撒的心里不由地松了口气 但妹妹看见她身后的伤不由地心疼起 为了不让她担心凯撒强忍剧痛安慰到没事 本想着在这里等到天亮 可以回头他们的心彻底的了吗 不给俩人反应时间独眼龙便率先出手 眼看哥哥就要去找自己那死地 小女孩及时出手让独眼龙变成了真领侠 快放开我哥哥 你这个坏蛋 剑状真偶下立马放弃手中的猎物 转头向立塔扑了过来 不过由于势力受阻 她有些摸不准方向 于是她上前狗鼻子乱袖一桶 剑状凯撒立马抓起油桶 就是一阵猛敲 而怪物的注意力也瞬间被吸引过去 张开血盆大口就朝她起来 眼见时机成熟凯撒一把扔出油桶 手中铁剑凯向钢筋剑出大量武器 只一瞬间就做出了一道唇枪的考虑 做完这一切 凯撒立马拉着妹妹要去楼里 可没想到怪物倒地砸翻了火药物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一幕给凯撒胆结石都吓碎了 她拉着妹妹就跳进了海底 房屋倒塌将水里与卵全都砸得四分五裂 两个孩子也因此松了口气 看着渐渐下沉的小岛凯撒一阵迷茫 可不等她多想身后便再次传来地狱般的声音 这些犹如复古之躯般的怪物 让凯撒彻底死心 面对怪物们步步紧逼 她真的没办法 随着第一只怪物发动攻击 身后密密麻麻的兽群也一拥而上 尽管凯撒有着万般不甘心 但也无能为力 可正当二人要等死的时候 下一秒怪物却被某种力量打爆 兄妹俩循着声音忘却 只见海面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人 走近一看赫然是插杀圈的三星战士凯撒灵 这女人看起来人畜无害甚至还有点怠 但实际上她的实力已经摊比深渊七灵土 她的出现让众多深海兽感受到的危机 于是他们果断放弃了这兄妹们 转身向凯撒灵杀去 看着护天盖地的深海兽向自己游来 女人依旧面无表情缓缓拿起了武器 一阵枪铃带于扫屋 海面上的海兽无意生还 正当她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身后却突然又窜出 不仅打掉了她手工的武器 甚至还抓伤了凯撒灵的手臂 见此情形妹子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要知道多少年了都没人能伤她分毫 如今这群不知死活的杂碎们居然让她挂了下来 此时这群深海兽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还在跃跃于是准备出手偷袭 但显然大魔王凯瑟琳不会给他们这个击 双刀抽出之后 她的气势提升几个档次 不等深海兽们动手 她便冲了进去 利落的刀法堪称米其林三星大厨 短短三秒钟的时间场内便无一生还 这一幕可给兄妹俩看得是心惊肉条 想着要是对方是个杀人狂自己就死兵 毕竟能一人单挑数百深海兽还大胜的人 可不是他们两个小炉子能解决的 做完这一切女人缓缓走向了孩子们 在这茫茫大海上居然可以遇到叉杀军 你们的运气不错 女人的话让凯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因为他老爸就是叉杀人并且好像还是个六星 虽然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 但凯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 因为叉杀军会跟海兽战斗手部组装 他们就像大海上的战士一样 我的名字是凯瑟琳 是釜山联合叉杀人 从今天起你们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他话音刚落不远处就驶来了一艘船 等几人来到跟前时凯瑟彻底懵了 眼前这一场景深深地把他震撼到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船 这面积说是一座小型城市也不足无过 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类身影 凯瑟不由地抱着妹妹喜极而起 老爸我们活下来了 我遇到人了 两个小孩的到来只是一个差距 这些釜山联合军已经司空见惯了 他们依旧在忙碌各自手里的事情 一只只深海兽不断地被打捞了出来 为了避免漏网之鱼的情况出现 凯瑟琳询问博士水下的情况怎么样 对此博士则是一阵无语 还能怎么样 只有被结成断的尸体 真是太过分了凯瑟琳 你就不能为我留一只做研究了 此时的博士心想这些家伙也太懂了 为什么就偏偏遇见了插杀军的凯瑟琳 不等他多想身旁的人便有了新发现 等众人走进一看面前的巨手 赫然是深海七大恶魔之一的凯瑟 粗略地估算了下起码五百米长 这个也是你做的吗凯瑟琳 文言凯瑟琳愣了一下说道不是 随后他余光偏向旁边深海兽的尸体 发现那上面还插着一把巨箭 看到这他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因为这把箭只有那个男人藏 你知道深渊领主的实力有多恐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不可逾越的嘴巴 人类的攻击手段对他们而言形同虚设 坚不可摧的台甲就像城墙一般厚 可就是这么一群无解的变态 居然被一个人类单条给打爆了 他就是插杀军六星战士马太翁 后来他不知什么原因脱离了组织 如今为了保护孩子们 他不惜自暴换掉了深海七灵主之一的肯 如今只剩下他的虐杀者之剑 躺在那里 看着这一幕凯瑟琳不禁陷入了回忆 因为当初那个男人曾救过他一命 与此同时凯瑟这边也开始办理登船手续 他们兄妹俩从今天起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 当凯瑟从管理员口中得知 这些人全是插杀军的时候 他的双眼不由地泛起了金光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老爸也是 看着大家身上都有这个标志 他知道老爸没有骗自己 剑凯瑟看的初神管理员不由地感叹了几句 就你们的凯瑟琳在插杀军也是很特别的存在 他可是三星插杀军 剑凯瑟不明白其中的厉害管理员又解释了一文 插杀军的传统就是把猎杀的深海兽数量纹在身上 每杀死一百只深海兽就会增加一颗星 在纹上新的星星前 被深海兽吃的插杀军多了起来 所以三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听到这凯瑟不由地脱口而出 那六颗就是六百只以上 一听这话管理员当即大笑了起来 你可别开玩笑了 在插杀军中四星就是最高级路 万一有六星那个人就开始传说了 插杀过后管理员示意两人可以跟传 不过凯瑟琳却把虐杀者之间带走了 看到这一幕凯瑟有些好奇 但也没多说什么 殊不知凯瑟琳这一举动是为了做他们的命 就这样两个小家伙顺利地来到了庇护所 不过看着他们的模样 管理员有些于心不忍 毕竟在这里光着脚可是很危险的 于是他便打算去市场给俩人换身行头 一路上凯撒算是开了眼了 他发现这里的人们也从大海里挖掘一记使 甚至还把废铁焊接成了一个个钢铁巨手 终于在走了半小时后几人到达了市场 这繁华的程度都快赶上现代化大都市了 什么东北菜西南菜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海客斯咸鱼出手 这些新奇的产物让两个孩子兴奋不已 很快几人便来到了卖鞋的地方 不过即便在末世买东西也是需要花钱的 当知道买家是两个穷酸的海 掌柜的立马摆出了一副臭脸 但管理员表示有东西可以拿来交还 一阵翻箱倒柜之后凯撒拿出了个忠套 不过很不巧对方并不缺这个 见此情形凯撒有些不知所谓 但掌柜的却露出了一副惊恐的饼 这座门后面藏着让神都心动的宝贝 他被誉为人类科技史上的巅峰之作 俗称大色染深海探索机器 这群难民费尽心思找到他 就是为了加入釜山联合军 有好景不长隔天他们的噩梦就到了 小女孩亲眼目睹深海授杀了无数人 为了活下去大家爆发出强烈的阵争 但是却被深海授一爪子打回了原形 慌乱中父亲拨通了釜山联合军的电话 但却被对方告知他们没有保护难民的义务 求求你们这里有小孩子 起码把小孩子带走求你们了 面对父亲的恳求对方只是冷冷的一句拒绝 对于这个结果凯瑟琳一下愣住 他不敢相信这就是父亲梦寐以求的地方 祝你们好运不要再打电话过来 等等我们找到了马斯克工厂遗迹了 喂不要挂 父亲话音刚落一把锯钱就伸了进来 现状凯瑟琳立马就要上前阻止 但却被父亲大声呵斥住了 女儿不要出声继续藏好 伴随一阵咀嚼的声音父亲血溅当场 回想起往事的银幕幕 凯瑟琳瞬间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就连怪物的浅子到了身边他也没有躲 千军一发之际马太翁出现救了他 原来这个男人向来独来独往不跟随组织行动 这次碰巧在野外钓鱼 看见这边出了事他便急匆匆打了过来 一番激战过后斩掉了深海领主的手 而这也让深海兽意识到这个男人不好人 于是脚底抹油灰溜溜地逃跑了 一切结束后釜山联合军的人来了 他们不是为了救人而是要带走一基地的宝贝 在那之后凯瑟琳便被带回了釜山联合基地 一次意外让他见识到了这些人丑陋的嘴眼 昨天全军覆没的难民们发来过求救信号 我就说了一句拒绝之远 多亏他们全死了才能把遗物收入囊中 运气真好 听到这凯瑟琳怒火中烧打算为父报仇 但对方丝毫不以为然还津津有味地调谈 靠父母们卖命成为正式居民的感觉如何 文言凯瑟琳果断出手要杀了对方 但很不幸他根不是对手 还被对方以反抗插杀军失重最靠了几位 听好了小鬼我们插杀军在这里就是电 话音刚落变冲的他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可正当他们打得起劲的时候 一只大手死死地攥住了领头的拳头 随后一记托马斯大回旋踢飞了所有人 你们在对患者做什么吗 讨厌的家伙们 马太问你居然妨碍插杀军同事的公务 同样是插杀军吗 你确定这是在执行公务 文言这群人还在死鸭子嘴音回答说是 但随着一阵铁皮被捏碎的声音响起 这几个人母狗样的家伙瞬间害怕了 我就让你们看看不守法的插杀军会怎么样 见状几人瞬间怂了 撂了句狠话便兴醒离开 而也正是因为这次的事情 马太翁彻底得罪了这些人 不过却交下了凯瑟琳这个朋友 在那之后凯瑟琳加入了插杀军 而马太翁也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见过 一晃数十年过久 两人再见面的场景却是天人永恒 只留下了两个几岁大的小崽子 凯瑟琳知道要是被那群人发现是马太翁的孩子 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所以他决定必须干点大事 即便深处漠视也逃脱不了打工的命运 在釜山联合军中哪怕你还没断奶也得上班 要不就得饿死得扔进海里为你 因为这里边可没这么多好行人 你死不死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凯瑟深知坐吃山空这个道理 于是他早早地就出来找工作 不过很可惜挖勾机的需要绿翔驾照 搬水泥的需要立功正八级 显然这些技能凯瑟都没有 而且就算自己有力气 对方也不会信一个三岁大的海 于是凯瑟决定找找其他类型的工作 一路上又遇见几人但都无功而返 正当他失望至极的时候 角落中一个乞讨的老奶奶吸引了他注意 老人的样子像是饿了许久 面容都凹下了下去 明明凯瑟的日子过得也一团糟 但他就是看不得人间疾苦 一阵摸索后他掏出了两枚硬额 奶奶我现在只有这两个银线用着 等我找到工作后就可以再点了 真是个善良的色懒 老人话音刚落就从兜里掏出了一些种 这是代表希望的花与种子 一听希望二字凯瑟立马干尽失足 就这样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 凯瑟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寝室中 一阵翻箱倒柜之后 发现这才一个星期前就少了一半 一想到之前管理员说的话 在这里交不起房租就要被拧出去 凯瑟就一阵无奈 他想交房租可是没人用它 照这样下去他们只能一天吃一条烧鱼了 一听没几条鱼可吃了妹妹心菜当场诈役 当即表示去找管理员帮帮忙吧 话音刚落门就被推开了 凯瑟找了工作了 在得知对方所有的岗位都被拒绝了 管理员便打算发动自己华丽的人来 凯瑟这是有点危险的工作 你做好准备了吗 就这样大叔带他来到了最底层的管道市 看着对方卖力地推销着自己 负责人一阵头大心想 这特么不是在搞笑吧 你说的力气大有经验就是他吗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色懒 朋友你还信不过我们 你看看这小子的身材 中马一样的身子不多结实 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 再看看这胳膊 这家伙就是为了成为管道工儿出生的 就这样在对方软磨硬炮之下领头的给了一次机会 临行前管理员还不忘嘱咐道 在这里最主要的就是钱一定要努力工作凯撒 虽然釜山联合军可以在深海兽面前保护人们 但不会在贫穷和疾病面前保护人 要铭记 管理员的话让凯撒陷入了沉思 喂 孙种发什么呆呢快来干活 就这样凯撒开启了他的立功之旅 跟我们年轻时打的第一份工作一样 尽管手忙脚乱什么都弄不好 但依旧非常用心在做每一件事 这是一个被水星撞击过的地球 庞大的存水量将整个陆地吞噬在一起 人们为了生存将一个个船体连在一起 之后便形成了现在的釜山联合军 他们这艘船已经有七万年的历史 很多管道都已经年久失修 而这也让凯撒第一天上班就摊上了大石 看着脚下的水位不断上升 他的心里开始出现一种不祥的预感 可没来的极多小身后就传来炸裂了什么 对此管道公案调一声不好 这是暗流 如果不及时修理好 整个船的人都要喂鲨鱼 这一幕看的组长也是心惊肉跳 于是他立马就要安排人去处理 可却被告知这是三号排水管 要知道三号的位置处于船底最深处 潜下去最少三十分钟才能到达 并且由于管口极小根本穿不了潜水设备 就连体格大一点的都进不去 正当大火一筹莫展的时候 凯撒却一把抓过了手电筒 身为色懒中的一份子 这种是我义不容辞 说罢不顾众人的阻拦便大不离开 尽管他对这管道丝毫不熟悉 但他相信只要肯努力 迟早会人头出顶 就这样在众人惊乐的目光下 凯撒钻了进去 与此同时他的家中也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丽塔听见有敲门的声音 还以为是哥哥回来 但不曾想是一群肌肉大汉 你好啊小姑娘 你就是丽塔了 真是跟你母亲长得一模一样啊 见对方认识自己的妈妈 丽塔还以为这是几个好人 但殊不知这群人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了这兄妹俩人的命 不过这一切凯撒却不得而知 因为他已经潜入了船体内部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及时的问题 那就是管道的入口太多了 他根本分辨不出来是哪一个组 左顾右盼找了半天 也没发现具体位置 此时上面的人也疾风了 但块头太大帮不上忙 他们知道要是在里面迷了路 那肯定是实死无生的下岗 想到这组长立马 让人疯狂抄击三号管道 而凯撒也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他发现只有这条管道在震动 想来一定是大叔们在为他指引方向 凯撒走这边 你小子可千万别迷路啊 船员们也惊恐地说了八分这个数字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这个数字也增加到了恐怖的24分钟 船员们纷纷劝组长节哀顺别 因为没有人能潜水这么长时间汉火人 但组长却没法试火人 因为这小子是为了他们才这样 可当众人绝望之际 水面却有了反应 下一秒凯撒一跃而出 而这一幕也顿时让众人惊掉了门牙 深海霸主鲸鱼可以憋起15分钟 大白鲨可以憋起20分钟 这些土生土长的动物也做不到长时间的潜水 但眼前这个哈尔滨外舞现色冷却做到了 他仅凭一口气就在水下待了30分钟 这也一举刷新了福布斯世界纪录 从而让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下水道公园 找到工作的凯撒买了一堆好吃的 准备回家给丽塔来一个惊喜 殊不知他这傻妹妹又给他惹了大麻烦 看着目光呆滞的丽塔 凯撒还以为他生病了 于是他又上前询问了两声 可依旧没有反应 就这样又过去了半分钟 小姑娘终于大喊了一句哥哥快跑 真哥哥啊 有只妹妹我一天打他八遍 下次让跑能不能喊快点我真是服了 结果毫无意外凯撒顺利被抓住 塞兰 听说你爸跟深海兽战斗的时候死掉了 还真是令人遗憾啊 我本想亲手财了他 见状凯撒有些发猛不明白什么情况 你爹是釜山联合军的叛徒 欢迎回到故乡罪人的孩子们 领头的话音刚落一脚就踢飞了凯撒 做完这一切他缓缓摘下了手套 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只机械手臂 瞧瞧他干的好事 我找了他十年了 总要有人付出代价 要怪就怪你老爸吧 说罢一只大手就要捏爆凯撒的头 可下一秒船上就响起了警报声 所有插杀军全部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 紧急紧急所有人立刻归位 此时探索队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深海兽袭击 扑天带地的怪物眨眼间便来到了船前 这些东西每一个都汗不为死 几秒钟便冲散了人类的阵型 他们哪怕是脱离了水面 战斗力依旧非常凶悍 而且侵战的速度也非常之快 短短数分钟就打到了船体内部 随着他们的一声巨响传出 一米后的钢板顿时多出了个大洞 足球大小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众人 接下来的场景就不用我多说 而凯撒兄妹俩也因此暂时逃过一劫 不过他们的门却被紧紧锁住了 虚惊异常的凯撒准备立刻想办法离开 因为这个男人给他的感觉很危险 与此同时探索对被攻击的事情 也传到了叉杀大军一对的耳朵 面前这几人是叉杀军中精英中的精英 探紧人的表情就知道这种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 仿佛一切怪物对他们而言都是小菜一滴 叉杀军被誉为海洋中的守护者 凡是他们出现的地方任何深海兽都难逃一死 当然了 这其中不包括深渊七灵种 他们这些叉杀军以人类之躯比肩神明 小小的脑瓜栏里藏着大大的智慧 在凯瑟林的指挥下这群人犹如蒙古下山 他们每个人单体作战能力也都强得离本 每杀死一只嘴里都会重复一下宿 仿佛深海兽的袭击对他们而言就是游戏 见到来人后探索对悬着的星夜终于落下 因为这可是最强插杀军凯瑟林队 可还没等他们高兴片刻一遍突起 甲板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层灵液 经验老道的叉杀军立即发现了对方阴谋 这些深海兽是打算用年夜覆盖整条船 见状邓伦立即出言提醒让大家小心 可他话音刚落一只地中海就被粘住了 看着近在咫尺的深海兽 地中海把下辈子名字都想好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凯瑟林及时赶到 面对着看似无懈可击的防御 他用出了托马斯弯钩整机 就这样手起刀落解决了这几条杂云 我来引诱深海兽你负责疏传团员 邓伦 凯瑟林话音刚落便拿出了一瓶药剂 这是博士专门研究的引诱水 随着玻璃器皿破碎的瞬间 深海兽顿时有了反 他们发了风势的扭动身体 一下子就从棉叶中冲了出来 眼见时机成熟 凯瑟林立马向远处划去 与此同时凯瑟兄妹俩也搞起了事情 为了不下地府见他那色蓝老爹 他们俩顺着通通管道爬了出来 只不过这高度给立塔下的活都丢了 平安着陆之后 兄妹俩也被外面的吵闹声吸引了 走近一看赫然是救自己命的凯瑟林 眼见自己的救命恩人被那么多深海兽追杀 心想这怕是想不死都难办 但他们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 因为这个女人可是哈尔滨当地皮血 她可是最有望冲击传说中六星的人 随着她的一声射击喊出 船体内顿时打开了数个炮筒 凶猛的火焰顷刻间喷涌而出 在一声声痛苦的哀嚎下 深海兽好快便化作了一堆痛 人们也被这一幕震惊地说不出话 此时他们心中就一个想法 这就是三星插杀军凯瑟林吗 不过身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毫无波动 而邓伦对此却歪嘴一笑难难道 可真是个毫不心软的女人啊 震惊过后村民们纷纷喊着凯瑟林的名字 此起彼伏的光夫生想出了准备 而他则是缓缓举起了武器 仿佛是天神在回应凡人的膜拜一般 这两个小孩是末日世界的通缉犯 只因他爹当初为了救凯瑟林 而打断了联合军小头目的一条手臂 至此两人便结下了两子 如今老爹已死 小头目便再也忍不住出手了 两个孩子也落入了他们手里 好在凯瑟林及时出手救了他们 最后在队友的掩护下他们逃出生天 辗转之下来到一处名为西斯的庇护所 一晃四年过去了凯瑟也长成了大小伙子 在凯瑟林的教导下他成为了一名战士 今天他像往常一样参加潜水深度测试 经过这么久的锻炼他早已能避弃六小时 别人穿装备都潜不到一百米 但他却可以潜到三百米的恐怖深度 为了不过度的引起别人注意 他随便找了个地方打算探险一番 而第一件事就是挖掉门上的牌子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证明潜水的深度 通常他代表着荣誉的象征 这是一只三文鱼从身边路过 他知道自己的晚餐有多落 于是他狗狗嗖嗖向对方靠近 可正当他要出手的瞬间 一个生物突然从一旁的管道窜了出来 直觉告诉他身后的这个家伙肯定不好留 伴随着一阵恶心的刺刺声 凯瑟瞬间知道了对方身份 这可是号称海洋毒王的剧毒海蛇 不过这家伙显然对凯瑟不感兴趣 而是一口咬住了他的晚餐 看着对方这锋利的毒牙 凯瑟知道这样是碰一下基本上就大结局了 但强大的对手却激起了他的胜负 看着挑衅的目光毒蛇也坐不住 于是张开脸很大口就向他醒来 就这样小白跟许仙的故事就此展开 此时距离他下水已经一小时 岸上的考官也不由地担心起来 心想这小子怕是肉包子打狗了 但下一秒这个色蓝便钻了出来 看着他身后背着剧毒海蛇大家顿时目瞪狗呆 不少人纷纷夸赞他真是解决了个大麻烦 对此凯瑟不由地沾沾自洗了起来 不要骄傲似了 这只是潜水测试 不是捕猎考试 门牌号拿出来看看 你最好别被吓到 我可是拿到了301的 话音刚洛凯撒便露出了一副惊恐的表情 因为他光顾着跟蛇干甲 牌子忘拿了 傻子 淘汰 去钓鱼去 不等二人多说远处便传来了一阵吵杂声 原来是有人发现了伟大的遗产 这时凯撒的考核官也没心思搭理他 密密麻麻的人群打算上前一堵真如 因为这东西从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里面装的可都是宝贝中的宝贝 它是地球被水淹没起来 人类为了躲避灾难而制作的补给品箱子 里面包含了医药和服饰 都是生活的必需品 这是人类祖先留给后代的盲盒 里面包含了各种等级的补给 这些东西都藏在大海深处的遗迹 也就是这个庇护所的正下方 村民们见古斯找到了这么多宝贝 从而获得了村长的赞美与审赐 于是纷纷准备去海洋深处大干一场 可殊不知那就是一场九死一生的陷阱 而且看村长这个阴险的表情 他似乎也在隐藏着什么秘密 就这样在村长的鼓舞之下 潜水寻宝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逐渐地找到了遗物的位置 看着这摆放整整齐齐的房间 二人就知道自己是第一个来的 不过似乎有价值的东西并不 跟之前古斯找到的完全没法比 挑来挑去二人最终决定带走的洗衣机 可还没等动手一边扑起 一根钢筋杀出直接带走一人 在看到来人模样的时候 马宝国当即下的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他发现对方也是个潜水员 但诡异的是他的氧气面罩却是碎的 要知道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可是必死 随着一阵金属撞击的声音不断传出 二人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 被这个怪人不知道拖到了什么地 原本同进的海底也跃他的诡异起来 次日天刚亮凯撒就被叫出来训练 但却被面前这群人的吵闹声吸引了 走近一看差点没把隔夜饭吐出来 众人纷纷议论这就是深海兽了 而且看样子这分明就是人屯 想来一定是这个怪物把人吃掉了 说罢众人就打算把他大蟹八块扔回海里 但随着大叔鱼叉落下的瞬间 这东西顿时有了反应开始疯狂扭动起来 剑状众人撒腿就要跑 但村长却面无表情地站了出来 只见他拿起鱼叉表情阴了 狠狠地搓了几下之后怪物便没了反应 剑状凯撒当即上前询问这是深海兽吗 但村长却一口咬定村庄是没有深海兽的 都是些长相怪异死掉的鱼们而已 在村长的洗脑下这是暂时翻天了 不过第二天怪事却又发生了 正在晒衣服的丽塔突然感觉后背有些发凉 回头一看竟然是个水猴子 那人走到了丽塔跟前一把摘掉了帽子 嘴角的血液仿佛在告诉大家他要死了 一见来人是毛利叔叔 丽塔赶忙上前扶住了他 看着他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丽塔当即就要去找人帮忙 可却被毛利一把抓住了 丽塔快跑 不要在这里继续停留 那里有深海兽 数不清的深海兽 这是被誉为末世中最安全的庇护所 因为这里不会遭受到任何深海兽袭击 不过这一切都是村长说的 但事实真就是这么简单吗 随着潜水死亡的人数急剧上升 以及毛利临死前说出的话 大家开始怀疑这地方到底安不安全 对此村长则是又开始自己的洗脑之路 我突然间想起了三年前的时间了 文言身旁人纷纷露出了原来是那件事的表情 那时候说是潜水工都被深海兽抓走了 这消息把整个村庄都弄得乱七八糟 结果却是为了争夺伟大的遗产 所以说毛利的死也不能证明真有深海兽 毕竟这种情况以前也都发生过 听到这村民们也放下了心中的估计 纷纷开始附和的确有此事 不过这时凯撒却突然提出了疑问 已经死掉的人会说谎话吗 他可能是拼死来告诉大家有危险吧 一听这话村长留下了一滴冷汗 一时间不知道拿什么去反驳 而且毛利原来的队友也在此时发生 说到他并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 于是为了搞清楚水下到底有没有深海兽 探险家贾克决定亲自带团去查看一门 他的队伍中不乏有一些能人意识 比如眼前这个妹子就是一个狠 虽然一颗星都没有 但也是个叉杀人 就这样一行人开着潜水器出发了 由于海底的地形比较复杂 这些人只能徒步向深处探索 与此同时村长办公室内几人在密谋些什么 那些色蓝要是抓到了哪个地方怎么办 放心吧 没有人能从那里活着出来的 探险队一路摸索到了案件发生的地方 为了节省时间几人打算分头行动 看着忧生的巷子凯撒有些若有所思 因为他感觉到了水滴的声音 并且他非常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辗转反侧间二人来到了一处诡异的地方 这个水底竟然还有一处氧气矿度 二人钻出的瞬间就惊呆了 这里的空间大的有些离谱 随着他们不断地往里深入 渐渐发现了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事情 因为这里有着无数的人类偷 可还不等他们多说不远处就传来了声响 二人转头一看竟然是个人形生物 见状气氛顿时变得紧张了起来 因为在这个满是骷髅的环境中 突然间冒出了一个生物 换作任何一个色懒都淡定不了 这是一个被深海兽寄生的人类 他们专挑下水寻宝的人出手 被寄生过的人类就会变成怪物 哪怕被坦掉半截身子和脑袋 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战斗 看着眼前生物的有些营养 在联想到之前被冲上岸的尸体 凯撒不明白村长到底知道些什么 我们村庄是不存在深海兽的 想到这凯撒瞬间毛补索 他知道村长这个色懒肯定有难了事情 与此同时村庄内震一片欢声笑 跟海底恐怖的气氛格格不露 为了生活立塔化身成船太显媚 而凯瑟琳则是变成了饭店大的 只不过他这刀工看得旁人心惊肉体 斩娘们像极限一样的刀法是什么贵 竟然比有二十年经验的我还要快 不过由于切得非常轻薄 老胆刚拿起来鱼肉就飘走了 于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老胆决定让凯姐去烤鱼 他刚一转身就察觉到了不妙 在回头的时候已是天鱼用 天哪 祖宗啊 全糊了 可不等二人多说外边就传来了吵闹声 原来是立塔摔倒把饭菜撒了一地 知道自己犯错了 于是他委屈巴巴道歉 可大伙非但没责怪反而关心他受没受伤 不过这时却有个不合群的家伙站了出来 因为这个蠢货服务员老子血都脏了 这是你们说怎么办吧 眼见来者不善老板立马上前道歉 可看对方的样子似乎并不接受 于是凯瑟琳就打算上前给对方擦干净 不过由于凯姐的身材过于火爆 这也让光头老起了歪心思 剑撞老板被吓得连连道歉 但只有立塔知道凯姐真正的生意 对此他不由地剃光头目挨了三分钟 就这样伴随着凯姐的一举 行不行啊戏狗 战斗也拉下了帷幕 做完这一切二人聊起了家常 立塔说因为担心哥哥所以无法击中 对此凯姐却安慰他不需要担心 因为凯瑟一直很努力在训练 每时每刻都不曾懈怠过半分 虽然我告诉过他不要骄傲 但是我知道凯瑟的能力比任何人都要强 然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插杀人都解决不了的怪物 三两下就被凯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会合后的众人继续向深处探索 但却被眼前这一目惊的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这里有着数不清的伟大遗产 并且还都是完好无损 可正当大伙嘀咕这下发大财的时候 凯瑟却察觉出了一丝异样 所有人打起精神 拿起武器 闻言众人也顺着方向看了过去 魅力麻麻的深海兽正在头顶睡着觉 这个场景不禁让凯瑟回忆起当年的事 他知道这里根本不是什么谎 而是深海兽幼崽的老巢 这群人误打误撞进了深海兽的老巢 食物的味道让怪物们纷纷苏醒过来 虽说这群人都受过严格训练 但是这里的怪物实在是太多了 好在队长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 第一时间分配给了每个人任务 不过重人的攻击险是悲蜀之心 面对这群汉不畏死的怪物 他们渐渐开始有些体力不足 眼见队长就要葬身于父 凯瑟口准时机果断出手 此时的他犹如天神下凡一板 面对这些怪物他没有丝毫的恐惧 因为他不是当初那个只知道跑的小孩子 精湛的刀法几下就解决了这群杂碎 这也让其他人露出了吃惊的目光 凯瑟你也太牛了 隐藏的真够实啊 眼见路已经打通了众人不在当地 可还没走两路就发生了剧烈的爆发 随着一声巨响的传出 强体顿时钻出无数根巨大出手 剑撞众人的心已经跌到谷底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长得像包皮一样的怪物 就是深海欺凌主之一的谢诺刀 这时众人也明白咋回事 刚才杀的那些怪物都是他的宰 却是打了小子 老子出来报仇了 而且这怪物的智商非常之道 他知道在水下作战人类能力就会大魂下降 而他则是会提高几倍的战斗 于是他大手一挥就打通了条路 顷刻间海水便将这里尽数淹没 此时的人类就如同带宰的羔羊 庞大的水压让他们行动都吃力 更别说回头跟着大家活过招了 情急之下凯撒打开了公宿舰的喷气 眼见对方即将要脱离攻击范围 怪物直接喷出一口二十年烟灵的浓潭 这坛具有强大的腐蚀性 眨眼间把凯撒二人的氧气罐烧得大短 不过二人也因祸得福 氧气罐爆裂瞬间产生了强大的推力 再次跟怪物拉开了一段距离 千军一发之际二人最终逃出生天 虽然暂时不会有什么事了 但由于二人的氧气瓶已经全部破裂 只有头盔中还存着少量的氧气 在这几千米的深海下 要想活着回去希望有王 此时他们俩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 不能出现一点惊慌 否则氧气就会加速消耗 但往返途中赛利亚看见了队友的尸体 悲伤的情绪瞬间让他激动起来 凯撒心想这回他娘的全完了 这娘都慌了 氧气已经供应不上了 短短几秒钟后赛利亚便昏死了过去 任凭凯撒如何呼喊都无济于事 而其他队友也被海水冲到了莫名的地方 一个位于海底深处的另一片路 当兄弟的媳妇在深海中缺氧了怎么办 别犹豫请立马给他人工打气 相信我兄弟知道后一定会感谢你他 不过由于二人离潜水气太远了 打这一次气很明显维持不了太久 于是尝过甜头的赛利亚打算亲自动手 就这样在他毫无人性的压榨下 他们最终成功来到了潜水气前 不过赛利亚在拿到氧气瓶后 就准备去回头找其他的队友 但却被船长一声大喝吊住了 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了 到那时所有的深海兽都会出了 当务之急是把这里的事情告诉给大家 这群深海兽用伟大的遗产为幼儿捕杀潜水 把村庄的人都当成了食物藏锅 说罢几人发动了潜艇准备回去 可还没等他们走多远 让众人终身难忘的一幕就出现了 原来谢诺灯一直在这里等着 与此同时村长见这群人迟迟没有回来 不由的难难道他们已经死了 要是他们劝诊忘 人们就会因为由深海兽而干到管吧 刚开始应该会变成那样 不过深海兽吃了八个人 最少能安静六个月了 六个月已经足够了 人们会马上忘记的 这些天真的家伙向来都是如此 深海中凯撒几人已经身处绝境 在水里没有人会是七灵主的对手 不过由于潜水器是个球体稳定性很好 谢诺灯捏了半天也没有捏碎 他顶着色兰脑袋想半天也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于是索性就在深海打起 谢诺灯砸了一下还没解气 毕竟今天是他断死绝孙的一天 于是他又疯狂捕刀了几下 做完这一切 他透过潜水器的窗户 看见众人已经没了反应 他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不过这离去的方向却有些不对 他这分明是在向海面上游去 但对此大家却毫无防备非常悠闲 因为在他们心里村庄是没有深海兽 毕竟这可是村长亲口说的 可下一秒他们的热梦就来了 谢诺灯的大脑袋长得像钩帮子烧鸡一样 这可让没见过水 这会对几百米高的深海巨兽 人类就像小蚂蚁一样渺小 他们就像一颗颗糖豆被塞进了嘴 差那间人们开始惊慌失措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村长不是说这里是安全地带吗 莫氏会把人的贪婪无限放大 村长为了霸占大家财产 隐瞒村庄下面有深海兽的事实 他派人不断诱导大家下手探险 并且还假装告诉大家那里有宝贫 殊不知他说的地方就是怪物老巢 只要这些人死了怪物就会消停一阵 并且死者的财产也会被他去为基督 直到今天他做的一切被暴露出来 他手底下的人为了活命 把村长这些行为全盘拖出 原来数小时前凯撒一行人下水探查 却不曾想遭遇到了谢诺登的袭击 后来几人侥幸逃过一跌 但却被村子是人间炼狱般的紧脚 为了确定自己家人的人身安全 凯撒当即拿起武器去巡转 走到前一看凯瑟林已经浑身是伤 情急之下凯撒直接加入战场 最后在两人的合力围攻下 谢诺登被打得遍体鳞伤 不过就当他要转头逃跑的事 他的必经之路却出现了两个海 眼见大事不妙丽塔当即就打犯人救 可不曾想自己被怪物咬住 就这样在众人错愕的表情下 丽塔被深海兽给生吞了 尽管他拼命地想往外爬 但无奈这年夜实在太好 临死前他有些白胆交集 他最后悔的就是没吃过铁锅盾大碗 见状凯撒他已经完全疾风了 拿着刀就是一顿乱砍 但却没什么用 最后在他绝望的呼喊下 谢诺登还是逃回了深海 而他也被船只砸昏过去 梦里他又回到了小时候 无数次保护妹妹的场景不断涌现 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强了 能够完成父亲的嘱托保护好妹妹 可直到七灵堵谢诺登的出现 悲伤灯自责一下让他醒过来 他在凯瑟琳面前哭得像个海 抱怨自己没用没能守护助力他 对此凯瑟琳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把他的剑插到地上 拿起你的武器 站起来色懒 我现在要去把那些怪物撕成碎片 整理好情绪二人来到了广场 只见村长还在当着伪君子 不断地安慰村民们一切都会过去 见到凯姐的时候更是一顿夸赞 可却被凯撒一拳打飞了出去 不明白其中状况的村民 纷纷上前扶住了村长 并且开始大声指责欺凯撒 那你一直都知道谢诺登就住在我们脚下吧 你把潜水员都当作粮食送给了他 文言村长极力否认说自己也是第一次 说罢就趴在了地上大喊自己委屈 潜水员自己被抓住 为什么都怪到我头上来了 如果我有错的话 就错在什么都不知道 还想为繁荣村庄尽最大努力 看到村长这副嘴脸凯撒气的牙痒 但却没有丝毫证据证明他撒谎 不过下一秒一阵刺耳的喇叭声传了过来 村长 潜水员如果劝死了 会不会让人认为由神海兽而干到管 一开始可能会这样 但是谢诺登吃了八个人 至少会安静六个月 六个月已经不够了 人们很快就会忘记的 毕竟他们一直都是这样 此时的村长已经吓傻过一了 他的秘密谈话竟然被录了阴 面对步步紧逼的村民们 村长已经被吓破了他 挨了一顿拳打脚踢过后 他连忙向凯姐修旧 不过显然并没有什么乱 这时吃痛的村长终于说出了一个秘密 被抓走的人还活着 谢诺登不会直接吃掉抓走的猎物 他会将人们先放进类似仓库的地方 运气好的话可以活一种 听到这凯撒瞬间燃起了希望 那就是说利塔可能没有死 末世里的怪物同样已过双十一 他们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为媳妇准备礼物 这礼物不是别的 都是一些色懒 纯净口五花肉并且没有化肥农药 收到这些礼物后 怪物不会第一时间吃掉 而是储存起来留着拉屎的时候享用 村长也是这批食物中的一员 后来机缘巧合下只有他逃了出来 凯撒在村长口中得知了这一切后 当即就打算下水去营救妹妹 为了确保此行能够万无一失 他还带上了萨尔玛特周际毒弹 以及村长这个唯一知道路线的穷属 眼看即将到达此行的目的里 凯撒的心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他怕妹妹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能活下来 对此凯撒林则是摸了摸他的头 安慰到丽塔一定会没事的 因为脱油瓶可不是那么容易死的 不过凯姐的这一举动 却让一旁的塞丽亚看得粗意大发 于是他假装身揽腰给了凯姐一个主机 随着潜水器平稳着陆 很快众人就来到了谢诺登巢穴入口 只不过这大坑盼的众人有些心惊肉条 深不见底的大洞仿佛有恶魔在向他们招手 不过此时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为了万无一师凯姐担任了此次行动的队长 他先是向里面扔了根杖明火把 随后又扔进去一个玩偶哥哥 在灯光的照射下怪物们很快发现了假人 面对这种天上掉色懒的好事 他们可不会跟你客气 只不过这假人可能屁有点多 随着他的肚子越来越大 最后砰的一声巨响拿下了武杀 见此情形怪物们纷纷急眼了 碰着出口的方向就游了过去 不过对此上面的人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们早已经不好了天罗地网 就等这些傻小子上钩了 强大的冲击力加上锋利的钢丝 一瞬间就让这群怪物死伤过半 但由于钢丝的承重能力有限 没几秒便应声而断 铺天带地的深海兽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般 怕对方找不到自己凯姐还女人了火把 不过这一幕却被村长吓尿了 你这是在做什么 凯瑟林鼓宗 这群该死的家伙都往这边来了 就是为了让他们过来才举起灯 因为你跟我是这场游戏的诱饵 你知道三星叉杀军实力有多恐怖吗 面对成千上万的深海兽大军 他依然能够镇定自若丝毫不慌 因为这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通过特制的铁网把所有深海兽困在里面 随后再让手下对其自营输出 没几秒这些怪物就驾河稀有了 而这一幕也让塞丽亚看得有些吃惊 心想这就是惊艳的叉剧吗 一个人都没有受伤就给人老巢端了 三星叉杀军的凯瑟林果然恐怖 眼看不爱清除众人也不在当地 当即就决定立刻深入展开营救 与此同时怪物巢穴内的众人也陆续苏醒 看到大家都活着一行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整理好情绪后众人商议要先找到出口 可还没等他们有所行动 一阵水流的花花声就吸引了大家目光 丽塔回头一看瞬间大惊失色 只见这怪物触手先是凑钱闻了闻 随后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一般 不给众人反应时间他便带走了一人 丽塔见状同情心泛滥就要救人 可不曾想还是晚了那么一步 怪物直接将人搓进了水里 退后水里有东西 快退后 男人化落身后便又传来噩梦般的声音 更多的触手已经准备救血 不等众人反应他便犹如狼鹿羊群一般 三两下就抓走了大部分人 此时一旁的小孩因为妈妈被抓走 他控制不住大声地哭了起来 但殊不知怪物的触手就是靠声音感应的 见状圣母塔立刻捂住了他的嘴 随着声音的消失怪物也失去了目标 两小只因此逃过了一劫 小男孩也从母亲死亡的悲伤中缓过来 见怪物没再继续攻击 他们还以为安全 可没想到怪物只是听到没有声音了 亲自上来看一看什么情况 通过这个配色我们不难分辨 这就是今年的爱封最新款暗夜紫色 一般美丽的外表下通常隐藏着危险 看这个大体格子也看得出来 只见他将一个个损肿拉进自己庭 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们计胜 做完这一切 他跟丽塔大眼邓小眼看了半天 可能是介于身上没有停车位了 他慢慢地潜回了水里 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没过两秒钟他又卷土重来 小男孩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瑟瑟发抖 僵硬的身体一动不敢动 健壮丽塔强装镇定安慰让他别害怕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你的小弟弟 可他话音刚落直接就被拽走了 慌乱中丽塔抓了钢筋要反击 可回应他的确实 深海霸主之一的谢罗灯 居然被人偷了假 辛辛苦苦养育了几十年的才子 如今却变成了一个个肉蚊子 这一变毒不经让他目的灯烧 这时他刚好发现了一旁往后的潜水 于是就把他们当成了谢分的对象 随着一声声哀嚎不断传出 海底渐渐恢复了明明 但以谢诺灯的脾气显然不会善罢来 与此同时凯撒一行员也来到了建筑内里 但由于村长太长时间没有来过 所以一路上走错了很多地步 这次更是走进了锯齿沙的地方 寻常的锯齿沙都够众人喝一壶 更别提这一群六条土的怪物 眼看塞利亚就要荡身于赋 这时舱门忽然落下救了他一命 惊魂未定的众人还没来得及想 这是怎么回事 身后就冒出了两个小孩子 原来是他们把这扇门关上了 并且一直在这里等着凯撒几人的道理 因为当初公太也是被两个小孩子锁定 得知队友没死塞利亚激动的蹦了起来 于是在他们带领下众人来到一处营翼之地 这里不仅有着智能潜水器 同时还存放着大量伟大的遗产 要知道这些东西任何一样放到外面 那都是能让人疯狂的宝贝 可如今却被人像垃圾一样摆放在这 不多时众人就来到了一处铁门前 随着大门的打开一个老准映入眼影 对此凯撒凌不由地问起了对方身子 毕竟能在谢诺灯门口存活的人类 那可真是能够让人好奇吗 我是这个避难所的负责人马拉松 欢迎你们来到内玛尔避难所 我是这里最后一个幸存者 你们的朋友因为失血过多正在惊讶 不出意外再过一阵就会苏醒过来 得知自己好兄弟没死塞利亚太心太心想 他疯狂的捶着弓台训练试图唤醒他 瑟兰快点醒过来我们要去报仇 这时凯撒凌也说出了来此的目的 当得知对方要去斩杀谢诺灯 马拉松当即表示会提供帮助 因为这群怪物同样杀了他的队友 怪物知道人类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就提前布置好了陷阱 这才导致现在只有他存活了下来 说罢马拉松就打开了身后的一堆监控器 见状凯撒情绪激动了起来 他看到自己的妹妹正在疯狂挨走 对此凯撒不再当得当敌就准备去营救 可正当众人路过一处小桥时 却惊恐发现他们下水时乘坐的潜水器 此时已经破烂不堪了身上海口的铁网 走近一看发现自己的队友竟然也被绑着 只听他艰难地说出了两个字快跑 见状凯撒凌瞬间毛骨悚然 大声呼喊让众人快后退 他话应当落谢诺灯店里成天而景 深海领主在水里天王老子来都打不赢他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团队作战以多气势 不会羡慕当于被遇到孩子子的喜悦中跳舞 又经历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他第二窝仔子被凯撒杀死了七七八八 如今他为了报复众人绝口 直接将潜水器扔到了大家的面前 不等众人作何反应他便从天而降 直接砸断了桥梁让众人被困其中 一同来此的还有许不清的深海兽幼崽 七战中凯撒不小心坠入了深渊 好在主角光环及时发动捡了条命 他知道此事先找利塔要紧 凯姐这边一定会处理好这些的 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 面对大自己几万倍的深海巨手 换作正常人早就背下的拉库兜走 但凯姐却出奇的淡定根本没放在眼里 随着凯姐摆出了严肃脸战争正式打响 谢诺登知道自己体型占着很大优势 所以他不断地摧毁着战场 试图让凯姐从这悬崖上掉下去 但凭凯姐的身手这点小场面并不算什么 一想到谢诺登居然敢上岸行凶 甚至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生吞了利塔 凯姐顿时就怒火中烧 那么可爱的圣母你说吞就给我吞了 老娘今天就给你好好长长记性 凯姐话音刚落就猛地一脚踏出 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 空中一个内马尔回旋斩 直接让谢诺登挂了彩 但就这些显然不足以平复凯姐的份 于是他上演了一出灯鼻子上 直接跳到谢诺登的脑瓜揽上一顿乱砍 收尾的时候还顺带砍掉了他的舌头 吃痛的谢诺登这时也回过了神 心想自己这大体的一只挨揍也不是个事 于是他大手一挥就给凯姐砸进了墙里 就这样二人你给我一嘴吧 我给你一砍刀 一直持续了很久也没能奔出圣子 直到谢诺登身上的触手全部被砍完 失去了行动力的他此时只能用魔法攻击 大口大口的年弹朝凯姐土过去 但不曾想由于他这年夜腐蚀性太浅 直接把摇摇欲坠的桥梁弄断了 而掉落的方向正是他的大脑门子 此时谢诺登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嚣张的气焉 只能像一头死猪任人宰割 随着凯姐深吸一口东北的空气 深海领主彻底被他斩杀 硕大的脑袋也掉入了深渊之中 哪怕恢复力再强也无力回天了 做完这一切凯姐不敢担的时间 立马就要去跟大部队会合 因为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 更多的战斗还得他出手才能扭转局面 这群人是深海受圈养的寄生艇 他们因为不想成为这样的故事 不少人打起了自杀的面孔 男人抱起大石头打算沉入水底 就这样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 不过看着坠入水底的男人 心如死灰的大家却没有半点粉 可随着水面又传出了气泡声 求生的本能让众人开始四处逃窜 溢水的男人也渐渐苏醒了过来 但他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一双来自地狱般的眼睛正死死拎着他 这些人在这里就连自杀也成为了一种奢望 可能是嫌他叽叽歪歪太吵了 深海领主就想给他直接摔死 好在凯撒及时感到化解了此次危机 不过却也因此激怒了这个大家 而大火一见来人居然是凯撒 也瞬间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 不过凯撒知道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于是他便安排小崽子给众人带路 当务之急事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这时凯撒也发现这怪物身上的异常 无数的人被困在一个个育儿带里 他心心念念的妹妹也在其中 看着模样仿佛已经奄奄一息了 见状凯撒立马上前营救 还好这个气囊不结实 小刀轻轻一划立塔终于得救 见妹妹昏迷不醒凯撒有些着急 呼喊了半天却没有什么反应 但却把深海灵主喊了过来 不等他作何反应便被牢牢抓住了 尽管他奋起反抗但却没有什么用 随着凯撒被拽飞了起来 立塔也重新被拉回了气囊组 再一次沦为了深海兽的寄生工具 但这一幕却让凯撒彻底疯狂了 不过深海灵主却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这一击给凯撒砸成了重伤 但他握着刀的手却没松半分 妹妹在自己眼前遇难的场景让他怒火冬烧 愤怒让他爆发出了远超平时的力量 而这也让深海灵主看得有些发麻 他有些不解为什么这个小虫子能给我抗 甚至还能反杀斩断他的一条手 做完这一切凯撒竟直向灵主冲击 犹如天神下凡般的气势竟让灵主看得愣 可凯撒显然不会给对方反击 直接打开了攻速箭的动力阀门 强大的冲击力一招就让灵主受了重创 果然内控的男人实力都高得离比 这也让回过神的谢诺尔登有些后悔 他决定不再小看眼前的这只组 于是二人便打算上演一场事情屁股 只见谢诺尔登默默地拿起了砖头 想来是要进行远逐输出 至于海阁隔着兵部队 打开了他的杀戚 看样子今天俩人只能走 海萨身为六星叉杀军的后代 身体素质那可是万里无一的存在 他最估计的地步就在于对山里 以及随机应变的各种发招 他深知自己与深海灵主之间的差距 光靠蛮力肯定跑到什么 于是他决定剑走偏风上顶包 随着保险卡扣被他拉进 剑刃瞬间弹射起步冲了出去 狠狠地刺进了灵主的大黑脖子上 紧接着一个勾帮子空中转体三改六 直接把深海灵主的脑瓜揽勒成了像拔马 随着凯哥的一声大喊过后 深海灵主顿时四分五裂 脑瓜揽死之前还一脸不可思议 他想不到自己叱咤海洋几万年了 居然会栽在一只小虫子手里 没有了大脑的思考能力 深海灵主硕大的身体已经沦为了摆设 随着凯撒将喷气大宝剑插入谢诺灯身体 大量的气体一下充满了他的五到六 终于在达到一个灵界值之后 深海灵主彻底变成了一堆肉泥 凯撒的这一撞举成功看伤了众人 他们有些不敢相信这样的恶魔 居然被凯撒一个人干翻了 顿时压抑的情绪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是劫后余生的喜悦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凯撒抱着利塔走了出来 不过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身上的育儿带便发出了咔咔的响声 无数条触手群中窜了出来 密密麻麻的深海兽幼崽 在这一时间全部呼化了出来 剑撞大火立刻就要彻底此地 但凯撒却毫无反应一心只想叫醒妹妹 不过此时利塔已经失去了呼吸 这一变故也让凯撒彻底试了方寸 就连深海兽即将杀到眼前他都没有反应 本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小崽子也没有逃跑 临死前的遗言他都想好了 但诡异的是这些深海兽却停住了身形 对此小崽子好奇地回头看了看 只见利塔不知什么时候苏醒过来 并且还摆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手势 见状凯撒开心极了呼喊请妹妹的女孩 不过利塔却直接起身并没搭理她 反而转身走向深海兽的面前 这一幕看得凯撒二人一脸懵逼 与此同时凯姐带着大部队姗姗来吃 但同样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 此时利塔在这一刻仿佛化身成了深海女王 无数的深海兽幼崽就好像她的仆人一般 而她的眼睛好像也在告诉众 这件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三岁小女孩被大锁链捆住了手脚 如果不这么做大家都可能被她杀死 数小时前利塔控制几千头深海兽的场景 让这群人心有余悸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他们怕利塔也变成那样的怪 好在经过几天的观察利塔并没变异 天真烂漫的样子还跟以前没什么趣味 但事实真就像人们看到的样子 凯姐看利塔刚刚痊愈变小的露一手 熟悉的味道让小姑娘大口吃了起来 这也让凯撒二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可到夜深的时候利塔却偷跑不出来 把刚才吃进去的食物全吐了个干净 她想不通为什么平时最爱吃的口 现在却让她一闻就想做 这时一群不开眼的小鱼游了过来 饥饿感让利塔想都没想就抓起了一口 一口 两口 三口 直到被啃食待尽 她没觉得心法而觉得鲜血非常可口 没等她多想不远处就传来了一阵血腥味 这种味道跟鱼身上的不一样 相反闻起来更加的香甜 确定了气味传出的方向后 利塔就像离闲的剑一般窜了出去 只不过这姿势看起来有些不容易 就像是一只饿了几十天的银兽 随着距离逐渐缩短气味也越来越狠 利塔双眼渐渐变得一片通 甚至下意识地还流出了口水 几秒钟后她到了一个满是断肢残骸的地理 对此利塔有些难以置信 这些香甜味道居然是从死人身上散发出来了 不过紧接着她的瞳孔便开始剧烈收缩 对人写的渴望渐渐让她失去了理智 可就当她要享受美味的时候 一个光头出现把她踢飞了出去 这些人正是附近海域里透明昭著的海盗 这次杀人也是为了夺取宝 眼见自己事情败露光头就要灭口 但却被利塔一口咬掉快肉 甚至连胶皮手套都给她剪了 见状光头就想一拳怼死利塔 但殊不知这丫头现在的状态 就像是一把开了刃的刀 看到利塔对鲜血这么渴望 光头也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知道她就是那个被深海受感染的人类 于是她将鲜血不断滴入对方嘴里 就像豆狗一样调理起了利塔 同伴见老大丸的不亦乐乎 连忙提醒到时间不多了要抓紧离开 可不等她作何反应一个拳头就砸了本人 下一秒脑瓜懒直接表演了一个立定跳舞 此时的利塔仿佛已经完成了某种进化 这一遍顾下的海盗们直接拿枪扫射 但无一例外全被利塔轻松躲过 接着便是一场毫无人性的屠杀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三个大男人全部隐喷当场 而利塔也把目光转向了屏幕前的女 小姑娘在荒郊野外准备启食人肉 因为要过年一天也行 没开始就被突如其来的村民打断 一见有人来了海盗当即大声求救 求救我 这人已经被深海受感染了 对此村民们立刻警戒了起来 但拿手电筒一照才发现居然是利塔 这让大树们一下有些不知损错 这时海盗小哥瞅准时机一刀刺下 刹那间伤口中钻出了无数的肉流 他们开始没有规律的膨胀变大 直到爬满利塔的整条手臂 这一幕让大树们看得目瞪口呆 心想这怎么是不花钱能看的节目呢 不过他们碍于以前的情分并没动手 看到众人为难的模样 塞利亚走不出来 因为她对利塔并没有私人感情 所以下其手来不会有心理孤单 此时的利塔就像是被恶灵附体一般 见有人走过来便立马冲了上去 练光火 时间二人便砍到了一起 变异后的利塔恢复能力异常恐怖 哪怕被砍翻了无数次 她也能在短时间内调整好状态再次进过 可回应凯撒的却是利塔的血盆大口 见状她也没有躲闪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妹妹 在利塔冲过来的瞬间把她紧紧抱在了怀里 凯撒的话让利塔剧烈地挣扎起来 仿佛在身体里进行着某种对抗 但最后终究受性战胜了理智 利塔开始大口地撕咬起了凯撒 这一幕看得众人是心惊肉跳 但却都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由着他们乱来 身上的疼痛并没有让凯撒退缩 反而不断地安抚着妹妹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不管她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你还有我 回来吧妹妹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凯撒的话就像一把利刃狠狠扎进了利塔心颖 这也让她灵魂深处的封印渐渐松动 随着凯撒不断地呼唤 封印越来越弱直到消失殆尽 她那间无数的回忆涌入利塔脑海 身上的肉瘤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 短短几秒钟利塔就变回了原样 哥对不起 我感觉我变得奇怪了 小姑娘大半夜吃人肉引起了村庄骚动 短短数分钟时间连吃十几人 即便如此凯撒也不忍痛下杀手 于是她决定带着小姑娘同回虎山联合军 因为这个怪病只有那变态博士能治人 临行前很多人露出了不舍的目光 因为星姬村长已死他们群龙如水 而凯撒又在这场战争中救下了无数人 在大家心中就像是救世主一样的存在 不过凯姐没心思当山大王只想救利塔 于是在大家不舍的目光下 凯撒一行人踏上了新的旅途 为了能彻底治好妹妹的旅 凯撒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哪怕是拼了老命这釜山联合基地已飞去不可 但想大摇大摆的进去还是行不通的 他们要的是治病而不是正面胎斩 所以众人决定先去贸易港 这里每年都会跟釜山联合军进行贸易往来 他们可以趁此机会混入其中 贸易港坐落在东海龙宫的正上 起初是有五艘高楼船组成的大多摩机 但是因为深海色频繁出没的人 已经比不上当初的辉煌了 不过仍然作为物资的交换场所来使用 几天过后釜山联合军如期而至 团体刚刚停滚无数小团蜂拥而上 纷纷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换取物资 出了黑弦意外所有东西都给我上串 这群人不知道在哪逃弄的奥迪发动机 甚至还有科比布莱恩特的签名衣服 对此生化狂人博士却不以为然 直到人群中一个小黄毛喊出生鲜俩子 终于来了 快点让这次来上船 见到有海鲜能上船 其余人当即不乐业 可回应他们的只有冰冷的枪板 慌乱中挨揍小伙抓掉了生鲜盖 当里面东西露出了瞬间 所有人都被惊得说不出话 原来生鲜指的就是深海兽身上的零件 这一变故让凯撒几人也混入了运送队 运输途中他们发现了高处中的监工 仔细一看赫然是让凯撒恨之入骨不好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但此时还不是翻了的时机 凯姐深知这一点 所以死死地按住了凯撒 但好巧不巧的是 管理员要对商品进行抽查 不过再看到施利塔这个小丫头 他并没省着 因为管理员是看着这两个孩子 长大的很有感情 就这样他们有经无险全宫混进了船 只不过这里早已误视 人非仿佛经历了重大变迹 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 已经变得破烂不开 询问一番才得知是出现了鱼病患者 为了防止感染船上的饮用水 也变成了分配者 大家单单是为了活着 就用进了回身例子 目前这里的饮用水是天价 市场不可能运走得下去 而船上的水都由中央负责管理 这小子在胸部藏了什么东西 喂喂 这小子偷了水 长官求你发发自卑 我们家里一共四好人 这里给的饮用水创破一栋 你们这群杂死 少得我找理由 你已经违反了釜山联合军的规计 话音刚落 联合军队难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见状凯解就要出手 但却被管理死死抓住 人人吧凯瑟明 这里不再是之前的联合军 规矩一定要严格遵守 因为这个家伙 今天不再发放你用水 谁要是不守就给我站住 去你这叶脸